山寨探案十六 劏夫太婦性虐打掉謀殺罪 大丈夫不可以一日無權 小丈夫不可以一日無錢 四十三歲的五角姬 無權又無錢 同前妻離婚後 三年前同太子女子拉達旺同居 以夫妻相稱 個女出生後 八個之前用一千六百元月租 租了屯門南地新村 22號D坐園地下 一間面積大約200呎的鐵皮屋 上紙原本是雞棚 拆卸後改建十幾間鐵皮屋出租 林武功是這鐵皮屋的二房東 2002年8月4日凌晨5時 林武功聽到慘叫聲 去到五角姬注意的地方看下 在窗口向屋內看 見到五角姬躺在床上 拉達旺手上有利刀 坐在五角姬的腹部 用大腿夾緊五角姬兩側的空側 五角姬當時只是穿短褲 上身赤裸 如果不是 他的腹部被劏開 腸都流出來 林武功會認為兩夫妻之間的如水之寬 面對血腥和令人驚慮的場面 林武功用廣東話問 阿嫂你做什麼? 拉達旺聽不明白廣東話 沒有回答 將手上的刀指向五角姬的頸 身受重傷五角姬跟林武功說 他要殺我幫忙報警 五角姬說完這句話之後 拉達旺的刀就向五角姬的頸壓下去 血從鼻掛在血管上飛展出來 林武功感到事態嚴重 立即回家報警 報警之後 他放心不下 接回五角姬家 這時五角姬躺在大門外面 腸臟已在腹部傷口露出來了 他在他的身後是一條血路 顯見他在屋內爬出來 由於現場偏僻 警員和救護員都找不到案發地點 林武功去村外帶領他們到達血案的現場 救護員搶救時 發現五角姬的頸和腹部有刀傷 肚腹傷口橫徹長達30公分 腸臟流出來 五角姬和警員說 他被妻子斬傷了 妻子還在入面 這時屋內傳來 嬰兒的豪哭聲 警員怕有人傷害嬰兒 手持警棍和盾牌警員衝入屋 因為便衣警員還安著槍桌戒備 警員發現 拉特王全身血 躺在床上 上衣是扯起了 腹部受傷 手上仍然拿了一把 刀鋒8吋長的削肉尖刀 警員可令他放下手上的尖刀 他聽不明白廣東話 憑警員指劃動作 先明白意思 他扔下刀 警員將他制服 交給救護員治理 警員聽到房間 有小孩哭聲 找到一個受驚的女嬰 女警將女嬰抱到屯門醫院檢驗 女嬰的右手有乳傷 身體無大胺 在兒童病房留醫之後 送到社署的祝園兒童院照顧 救護員將拉特王送到屯門醫院 醫生發現他的肝 腎 膽 這些內臟受傷 拉特王接受手術之後 昏迷不醒 情況危台 探員24小時在病房外面守候 拉特王一旦清醒 立即為陸取後供 五角機送到屯門醫院那一陣 經過搶救之後 雙重不治 警方將案列為兇殺案處理 屯門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大批警員封鎖空案現場調查 聯絡五角機和前妻所生的女兒 了解情況 屯門重案組第二隊公一谷冊何耀明初步調查之後 懷疑有人嫌丈夫收入不多 比家用太少 兩夫婦一是錢人爭執 釀成血案 發現驗屍的時候 發現五角機身上有34處傷痕 分保一面 兩邊嘴角 頸 腹部 手掌 致死原因是腹部大動物 被刺穿 導致大量失血 認識五角機的人 都說是好好先生 最大缺點 就是怕老婆 怕得太過分 五角機在屯門健身村 健身海鮮酒家 做燒鴨師傅 他的同事波哥同探員說 機哥好怕老婆 尤其是現在這個 份量每個月一萬元左右 全部都給了他 出糧是用自動轉帳 入去老婆戶口 完全沒有錢過機哥手 一家支出 由他老婆分配 機哥沒得二十元零用 一日兩餐都是吃酒樓的 但他老婆常常說他 收買了司機錢 五角機在這間酒樓工作很多年了 三日之前離職 轉到天水圍 天成縣商場 另一間酒樓工作 在上班前一日如來 波哥說 機哥做事好交代 他轉工除了每個多幾百元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裏沒有大勞燒乳豬 機哥想學燒乳豬 所以才轉工 他本來上去就翻新工 因為這裏未找到人 他就留在這裏 到我們找到人 他才離職 五角機的朋友阿文跟探員這樣說 機哥真是好心做壞事 如果你真是聽我說就不要搞成這樣 阿文說 五角機和前妻離婚之後 一直都很用心做事 儲了點錢 打算掌握師傲技術之後 自己開店 五角機間中會在元朗召記 六年前認識了泰籍女子 在身上用了不少錢 三年前 五角機就說 那個泰籍女子身世很可憐 被人由泰國 騙來香港賣人 還欠了一大筆債 那個泰籍女子 已被警方拘捕了兩次 上一庭並且在案底 如果再被捕 就要戒回泰國 阿文說 五角機不懂泰國話 那個泰籍女子 又只懂得幾句廣東話 兩個人都無法溝通 那個泰國女子的事 亦很複雜 不是一般人可以處理到 勸她幫人都是量力而為 如果不是會惹禍上身 後果嚴重 建議許莊事交給相關機構處理 幾個月後 五角機和阿文說 那個泰籍女子已經懷有她的骨肉 她把開店的錢給了她 還清差人的錢 之後 五角機和那個泰籍女子同居 對外星赤夫婦 其實兩個是未註冊結婚的 泰籍女子是沒有做事的 後來生了一個女兒 最近跟她說說被騙了 打算離開那個女人 只不過捨不得一個女兒 她就說已經建了一份新工了 薪金分開了兩部份 一部份依舊自動轉帳給那個女人 一部份直接給她 當儲夠錢之後 她就跟那個女人分手 拿回女兒的撫養權 探員翻查紀錄發現 拉達旺有兩次有洗胎人 作不道德行為的定罪紀錄 請五角機的酒樓會計部人員和探員說 五角機的薪水的確按她的要求 分開兩份支付 一份給她妻子 一份給她 大約一個星期前 五角機的妻子曾去酒樓查詢 為何五角機的薪金比酒樓其他 先說消苦低 她的回答是因為年資和技術不同 所以有分別 五角機的妻子似乎不滿意這個解釋 頒發第二日 五角機的弟弟去廉榮認屍 她跟探員說 未見過哥哥的太直同居女友 亦沒有見過兩個人所生的女兒 五角機底的婚姻在十年前破裂 她的前妻是男鼎原居民 兩個人生了一個女兒 現在已經二十歲了 是做護士的 和祖母在元朗朗平村居住 第二段婚姻 五角機和太直妻子生了一個女兒 在九個月之前出生 拉大王上世好轉之後 在警戒之下 和探員說 事發之前 和丈夫因為家用問題發生爭執 她打算抱個女兒離開時 她丈夫阻止她 和她爭疊個女嬰 又恐嚇說要捏死她 她在電視櫃下拿刀智慧 和丈夫糾纏期間 丈夫受了一傷 但最終被奪刀 刺傷她腹部 拉大王解釋 她坐在丈夫身上 目的是保護自己 免被丈夫殺害 犯罪行為專家就認為 拉大王的說法 和目擊證人證供 和環境證供不符合 目擊證人林武功說 拉大王坐在五角機身上一陣 五角機已經被劏土 失去了攻擊能力 當時她手上拿著刀 如果保護自己 應該是離開 而不是坐在丈夫身上 她隨後用刀 割傷五角機的頸 和智慧更拉不上關係 另一個最大疑點 是拉大王身上的傷 這些傷如果由五角機造成 為什麼林武功 沒有看到她身上有傷 還是在林武功離開之後 這些傷才出現 如果這些傷由五角機造成 為什麼竟然到場那陣 刀仍然壓在拉大王手上 拉大王身上沒有抵議傷痕 被發現那陣上衣扯起 腹部受傷 她當時有穿衣服 但沒有被刀刺穿 五角機又在什麼情況下 擺脫坐在身上的拉大王 爬到大門口 案中有極多疑點 拉大王沒有法子解釋 律政司研究案情之後 決定控告她謀殺 2003年3月24日 拉大王被控謀殺 五角機 介度高等法院受審 她否認一項謀殺罪名 控方陳述案成那陣說 被告和死者都沒有註冊結婚的 殺了一個第一歲大的女兒 鄰居都叫做五三五太 鄰居就說事發前兩晚 已經看到被告和死者吵架 聲稱想帶女兒離開丈夫 在當日清晨傳來 薪淫和救命聲 鄰居打女兒被包租公 揭發血案之後報警 2003年3月29日 33歲的拉大王 在高等法院治便 她說 在她懷孕時 五角機的父親病世 男人一佳人 視她無奈為不祥人 五角機對她的態度 亦都發生劇烈變化 五角機在她懷孕時 折磨她 不時渴罵她 作勢打她 逼她訪下色情電影情節 任其遇獄 進行變態性行為 強迫江膠 還將蘿蔔濕在她的下體 拉大王說 案發時她想離開死者 與死者爭奪女兒 糾纏期間出於智慧 用刀傷人 雖然拉大王遭性虐自便 無從證實 但陪審團在4月9日 一致裁定 拉大王謀殺罪名不成立 但誤殺罪成立 法官宣判指出 知道被告身為困難 她不是本地人 又有一個連有的嬰孩 但非法殺人屬於嚴重事故 這宗案的殺人情況很恐怖 考慮被告所有求情因素 判被告入獄7年 了解 報告 關於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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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